大家好 我叫王莉莉 大家好 我叫李红红 三个月以前 我一直是我们的 最重量级的人物了 大家好 我是邓阳 我是林玉 我们俩是800斤初期 我们回来了 三个月以前 我娘俩体重是610斤了 你一家都是这样的 是吗 现在我二百一 我二百 减少了400斤一年 天哪 我是叫老 翻过来 翻过去 老压了他 有一种压他都长不要来 你现在长不压睡 对 反正怎么比 要为你只能造成 在中国当中 健康的美才是最重要的 三个月前 我们是610斤了 妄女 三个月后 我们成功申入165斤 为了生宝宝 我一定要为坚持下去 婚姻我会 给您坚持到底 有请补决 大家好 我叫王莉莉 大家好 我叫李红红 你们俩是 对 我怎么看觉得 一个头发长 一个头发短 一个头发短 对 不是双胞胎姐妹吧 我之前就这么说 他哥的比前 我肯定得怼过去了 那啥呢 你是说他长得年轻呢 还是说我长得显老呢 他说我妈今年46岁 我今年23岁 对啊 是不是别人也说过对不对 是 主要你们俩看上去有点 像一对QQ 那也不行 我妈给我重 你们没看出来吗 没看出来 说实话 到这个分量上 我们真的很难区分 你妈妈比你重吗 我220斤 我妈225斤 比我重5斤呢 哎呦 你还那么在意 重5斤 你说要马丁比 石头哥重5斤吧 我们都看出来 对对对 到这个200斤朝上 我们就特别难区分了 你别说重5斤 我觉得重个15斤 我们都看不出来是吧 对 他现在比我重5斤 三个月前 他比我整整 重30斤呢 哦 是吗 三个月以前 我娘俩体重是610斤呢 610斤啊 对啊 一人305 不对 对 刚才说了送310斤 那你就是320 你妈290 那全是谁 610 610 也太对了 真是这样啊 哇 太多了 300多斤 我觉得都很难想象了 我从下了小学 我没有上过蹭 那一次年初 我二大娘就过开玩笑说 莉莉你肯定比你妈重 我说肯定不能 我比我妈重 我二大娘说 要不然你就是碰碰碰一下 然后我就打了个赌 我就上蹭了 刚上蹭的时候 放了一个200的坨 没打起来 对 然后又放了一个50吨 还没打起来 哎 我听着 他蹭了什么都坏了 不是 你家属就是什么蹭啊 一般蹭也就300斤吧 对啊 我们家属那种粮子那种大豹 能打击100斤的那种 你最后蹭完了是你的320 我是320 我妈是290 30斤 对啊 对啊 然后现在就已经瘦了 一人瘦了多少钱 告诉你们别怕了 我们两个颜色的160度低了 瘦出一个人来 对 就是我跟你们说吧 你们可能不相信 今天我爸我们的三十个月前穿的衣服带来了 那我们要看看 你看看 哇 这个衣服 你看 就是他们身上穿的 你看 对对对 那这样 我们在现场啊 找这个观众来试试看 三个月前这服装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行 可以 可以 来 我们这边有鞋的嘛 鞋的健康为直就行 莉莉你能问一下 你体重最轻的时候是多少 七斤八两高出生的时候 对 这孩子能演小品啊 特别幽默 是吧 对 自打那儿以后 体重就蹭蹭往上涨 是吗 对 什么原因让这孩子就蹭蹭往上涨 是因为妈妈的原因 还是自个人